Hello,大家好,这里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 然后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工作 然后首先这个工作是工厂的一个工作 雇佣形式为正社员,然后募集五名左右 工作内容是贩卖支援,慢于养殖 工作地点在群马县,一市即市 月给的话19万4千左右 有奖金交通费 日本语的日常绘画就可以 然后资格技能和经验没有要求 另一个工作是IT方面的工作 然后也是正社员,募集是一到三名作用 工作内容是工程师 工作地区的话是东京都四谷区和神奈川县 横宾市,月给24万到35万之间 然后没有奖金,英语是有要求 日语的话,日常绘画 然后最好是理工系或者IT学科毕业的学生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两个工作 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 可以来我们这边咨询 周一到周日的话在时间段内 过来咨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也可以打电话过来 预约之类的都可以的 然后需要的人 然后就可以搜索一下我们外国人雇佣协会这个 然后过来了解一下 谢谢